国际女篮锦标赛 中国女篮对阵加拿大 现在比赛来到下半场 场上比分是50比49 中队暂时领先1分 两队整个下半场打得都非常胶着 吹了杨立维的犯规 中队下半场首发阵容 内线14号李月书 大前锋11号黄思静 小前锋8号王雪萌 后卫是3号杨立维 4号李源 卫先卢卡斯3分不中 黄思静的篮板 杨立维 一个变相之后突进来 外线黄思静 3分不中 但王雪萌拿到篮板球 顺势的一个抛子打进 这一下吹了李月书的犯规 你吧 还是给到低脚王雪萌 三分不中 再办 给了一个后场球 李源 给到杨立伟 再分立员 黄丝剑上来 卢卡斯低脚三分投进 这个卢卡斯确实是准 这场比赛 他三分就石头八中得了 28分 抓紧停 闪开防守上篮打进 黄雪萌了篮板 还是给了一个前上球 我先黄思静的中投 这球出戒了 给了后场球 杨立伟的一个抢断 给张立庭 跟进上篮打进 杨立伟又是一个抢断 这次自己来 哎呦 这个球非常可惜啊 李源的篮板又是张立庭 跟进的中投打进 连续了这两次抢断 非常的给力啊 中队又是守一个全场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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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梦然 这次中投不进 张立了篮板 孙梦然 再给李源 杨立伟 孙梦然 这个掩护做的 还是比较磁势的 但是李源 这个三分球没有进 张立顶中投 起 杨立伟抢断 杨立伟三个抢断了 这次自己上篮打进了 这就是杨立伟啊 抢断太厉害了 抢断和速度 就是杨立伟的两大法宝 哇 这个三分球也进啊 卢卡斯进了9个了 11中9 这场球真的是遇到对手了呀 我中队胜在整体 而加拿大就是这个单点强 李梦的篮板 武童童给到李源祖 再回忽定的武童童 失误了 给了一个后场球 李源祖的犯规 李源祖的犯规 中方队请求换人 全队们可以拿出自助手 全队们可以拿出自助手 武童童童中头 篮板球 孙梦然拿到 再给李梦 三分命中 张立庭的篮板球 李梦再来 这次造一个犯规 两罚 明星队拯救换人 想法全路 卢卡斯 横一步 看着他出手都害怕 然后没进 我这段中队这个火力全开 这个球传球失误了 加到上空来 居然没上进 怎么就到对方的手上 篮板球还是被对方拿到 最后张立廷拿了这个篮板 给王思雨 孙孟然好球 进攻犯规 还是孙孟然 这个上篮被盖掉了 前场球 孙孟然 在给王思雨 杀进来 分外线孙孟然 武东东 给李梦三分九 好球 又是李梦 最后这三分钟 李梦彻底爆发 两个三分球 卢卡斯也是回应了一击中投 李梦的篮板 给武东东 李梦再造犯规 接着罚球 中 champ 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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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阀一中 篮板球最后孙梦然拿到 给武童童空位中头 这样三节结束 中队已经领先了14分